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谢废物排出不及时 使得疲劳恢复变慢 身体总带着疲劳进行下一次训练 这样就容易引起疲劳积累而引发伤痛 另外 肌肉弹性下降 引起的动作僵硬问题 也会使得健身时关节受到不标准动作带来的压力 压力不断叠加 老损性损伤的种子被埋下 时间一长 自然引发损伤和疼痛 进一步加剧紧张肌肉 恶性循环产生 如果你继续坚持健身前后不做任何拉伸动作 不妨来看看你这样做 是如何一步步毁掉你的运动生涯的 一 一个月不做拉伸 如果你已经开始运动 每周运动二到三次 没有养成运动后拉伸习惯 你不会有什么太多感觉 但是你的肌肉已经开始有变紧的趋势 二 三个月不做拉伸 如果你连续运动 三个月不做运动后拉伸 你的肌肉弹性开始下降 肌肉可能会更加紧绷 运动时感觉不太明显 但运动后第二天 可能出现身体局部 如膝关节有劳累感 或者隐约感觉不适 这是早期劳水的表现 三 半年不做拉伸 如果你连续半年运动后不做拉伸 肌肉长度缩短可能已经较为明显 肌肉弹性进一步下降 肌肉紧张度继续增加 这时运动在中后程 就可能出现关节疼痛 运动后第二天疼痛和劳累感 相比之前可能更为明显 四 一年不做拉伸 如果你连续运动 一年都不做运动后拉伸 你的肌肉性能将大为下降 肌肉摸上去硬邦邦的 明显肌肉紧张度过高 肌肉弹性下降十分明显 关节灵活性和柔韧性也大打折扣 这时你可能运动没一会儿 就感觉关节疼痛不适 或者运动一开始就出现关节疼痛 甚至平时也会感觉关节隐隐作痛 大多数健身者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也会在运动前后进行相应拉伸 可是为什么却比没有拉伸的人还遭新经过了解 才发现原来他们对拉伸存在着六大不区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拉伸效果 拉伸六大不区损伤你的健康一 每次拉伸 坚持越久越好错误原因 静态拉伸超过60秒 便会降低你的运动表现 而肌肉拉伸时间过长 肌肉拉伸至疼痛时 身体会通过千张反射来抵抗拉伸 二抱着疼痛的身体进行拉伸错误原因 拉伸使用来帮助你提高柔韧性 修复身体肌肉 如果身体本来有伤痛 拉伸动作势必会加剧疼痛 超出了拉伸所导致的典型的不适感 大大影响你肌肉本身的收缩速率 拖慢身体的修复速度 甚至会让身体状况化 三 希望拉伸能完全保护你不受伤错误原因 目前科学界还没有确定有效的拉伸能够防止受伤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不能把拉伸当作回避受伤风险的万金油 四 拉伸时来回弹症错误原因 拉伸时来回弹症 会是肌肉 肌肩超出自身最大承受力而导致受伤 即便对于专业运动员 动态拉伸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够用了 五 一叫的紧绷就拉伸错误原因 不是所有的组织都需要拉伸 如果你是因错误的姿势造成肌肉压力过大 进而形成损伤或运动功能障碍的话 紧绷感可能是神经系统维持肌肉位置而产生的 这种情况下进行拉伸可能会使身体持续进入紧张状态 无法放松 六 只在运动前或运动后进行拉伸错误原因 如果你有些部位长期紧绷就需要多花些时间让自己放松肌肉 拉伸是一种主动恢复和睡眠一样重要 多睡觉确实可以恢复身体疲劳 但睡眠属于被动等待身体修复 拉伸则是主动让体内的肌肉疏张开 让气血通畅 这样的主动恢复 还能加快睡眠时候身体的有效回血 拉伸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课程 千万不要以为拉伸没任何技巧错误的拉伸不仅没有 健身效果反而还会危害到你的健康要 拉伸就用正确的拉伸动作 推荐一组国外风靡的全身拉伸动图 帮助肌肉紧绷的你上半身拉伸动作一动作二动作三动作四动作五动作六下半身拉伸动作七动作八动作九动作十动作十一动作十二动作十三动作十四动作十五动作十六 二动作优优独的意思